你好,我是昆仑流石,欢迎来到书馆,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每天到这个时候啊,就是录音的时候都是比较痛苦的时候,因为呢,这大夏天呢,虽然现在已经这个历秋了,但是呢,这天气依然很温热,必须得呀,把这个门窗都关眼了,而且不能开空调,也不能吹电扇,就怕有杂音影响了咱们这个录制的音质,还好啊,就是我所从事这件事啊,那是我乐意干的, 我愿意干的,所以心情呢,还是比较愉悦的,虽然后极能上啊,出的全是汉,得嘞几句闲言勾开啊,咱们继续开书,那今天咱们要继续聊啊,这个武士达赖喇嘛复杂的人际关系,他也就是靠他这些复杂的人际关系,才维持了他对藏区的统治,前文说啊,咱们聊过,武士达赖喇嘛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通过弱化何处特寒,也就是外来的这只 蒙古势力对西藏地方势力的控制,在西藏的政治舞台上逐渐的就取得了主导地位,那在这呢,咱们要抛出两个观点,很重要,第一个观点呢,就是达赖喇嘛武士,对这个何处特政权在西藏的控制,他认可不认可,第二呢,就是他终于明白了,何处特政权呢,实际上也是微不足道的,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人惧怕的, 那咱们先聊第一个点,那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武士达赖喇嘛呀,有一本书叫做西藏王臣记,他写这本书我非常有名,给我们研究这个藏族的这个民族史,以及他的政治史和宗教史,都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不过这本书啊,典型的就是后人写前人史, 诸如自己的感情观点太多了,不足以作为史料来看,我向大家推荐过,被平台严重警告这种行为,不能推广任何宗教方面的书籍,有很多好朋友啊,说我在很多的平台啊,视频不全,那基本上都是因为这本书,因为坏了人家的规矩,被人家平台和谐掉了,我谁也不愿,咱下回这种事,咱不干了,在这部书当中啊,这武士达赖喇嘛,明明白白,黑纸白字就写道, 王帅百万雄师转战南部,进取阎罗道边以内之地,人五年二月十五日,藏地所有木门人家王臣上下,均改其傲慢之戎,扶手礼拜,恭敬归顺,韩王继承为全藏三驱之主,王令如大白散盖,覆盖于三界之顶手。 他在这句话当中啊,他提到顾史涵,他直接用王这个称呼,如果一个人称呼一个王为王,绝对不是邻国的王啊,绝对要称呼自己的王,才这么亲切。 他说这个王啊,转战南北,从青海打到西藏,扫清了所有和我格鲁派啊,这个为敌的政治势力,这一下呢,整个藏区所有人就都服了,木门人家呀,王臣上下,也就是说,只要你们家有木门,是个正常的西藏人,通通的都对这个顾史涵呢,扶手礼拜,恭敬归顺。 他说当时这顾史涵呢,王权就像什么一样呢?说就像这个大白散呢,覆盖三界一样。 藏传佛教认为在三界之上啊,有一盏大白散,这个大白散呢,笼罩着三界,保护着三界,这大白散盖之下,站着一位神仙,这位神仙就是顶尖大神,叫大白散盖佛母。 这个典故咱们不用细讲,您就知道啊,当时的武士达赖喇嘛看顾史涵呢,就有如看大白散盖佛母一样,就是那么的敬仰,就是那么的敬重。 那么咱们为什么要提出这么一个观点?其实这个观点是我刻意要说的,这在咱们苏馆的老听户可能对我多少点了解。 我呢,一个民族主义者,我这民族主义者,我可不是一个汉族民族主义者,我是华夏民族主义者,我听过的任何人要分裂我的祖国,那无论过去未来和现在,那有一些自诩是西藏正统势力的人呢,已经躲到不知道哪个狗巴拉屎的地儿去了,他们还仍然宣称,自古以来,我们的西藏,我们的水高原,哎,就是独立的。 那这帮孙子就完全可以打开他们的老祖,武士达赖写的书,里边写的这句话,他们就能知道啊,当时顾史函统治西藏时期,他们是多么的尊重和多么的景仰这个政权,哎,但是第二个问题就紧接着来了,这顾史函的政权到底有多么的庞大,对西藏能不能起到所应该的保护作用? 对,不可否认第一任的和朔特韩,也就是顾史函的,确实打败了藏巴韩,把格鲁派从生死攸关的泥沼当中解救了出来,可是这个和朔特韩国在整个华夏当时的政治环境当中占了一个什么地位呢? 好,我们现在就来聊一聊,我们知道啊,当时的政治势力是这样的,这个中原王朝的大明还在,白山黑水啊,这后金又起,北边有蒙古啊,南边啊,西南各地还有吐司势力,那这顾史函的那肯定是蒙古,可是当时的蒙古呢,虽然认为这贡主啊,连屁都不是了,但是总得有贡主,贡主是谁呢? 是人家墨南蒙古的林丹汗,人家林丹汗呢,正经八本黄金家族排序,虽然呢,这个贡主啊,他没有什么人贡,但是呢,人家要是想召集会盟,还是有贡主的身份的,那当然了,这是墨南蒙古,还有墨北蒙古和墨西蒙古,最不拿贡主当回事的就是墨西蒙古,墨西蒙古是谁啊?我们所熟悉的,瓦剌呀,哎,这瓦剌你还别说你这个墨西蒙古的贡主了,他也不拿大明朝, 后金,这他们都不放在眼里,所以啊,咱们把这个视线转过来,转到大墨以西,转到墨西蒙古厄鲁特身上,这厄鲁特分四部,这厄鲁特四部,谁最厉害呀? 那这会儿说呀,就得是巴图尔昏太极,这巴图尔昏太极呀,就是那个突尾窝狗啊,嘎尔兰的爹,这里边问题来了,这个巴图尔昏太极虽然是个鲁特四部里边最厉害的韩王,但是啊,他却不是这四部当中的首领,那首领是谁呢? 和硕特部故事汉,但是这个故事汉实力非常弱,那弱怎么还能成为首领呢?那是因为啊,这和硕特部有黄金家族的血统,可是眼瞧着这和硕特部啊,在这个墨西蒙古,也就是现在的新疆一带混不下去了,那互相都找点脸吧,那这个和硕特部说,我走,我现在要去征青海,到那儿啊,去开疆拓土, 这巴图尔昏太极说呀,你早该走,你走了之后,这边我好称王,然后呢,你去打青海,我还能帮帮你,说实话,就是因为这种不打仗的撕破了脸,故事汉才跑到青海,才有的他协助格鲁派,就是皇教达赖喇嘛一系,真正的在雪域高原,扎住了脚跟,攥住了权力,所以说您算起了,在整个华夏的政治圈子里,您根本就看不到故事汉,不但在华夏圈子里, 在蒙古圈子里,也看不见,不但在蒙古圈子里,在墨西蒙古这个圈子里,他也不是最强大的韩王,所以说,后来这个达赖喇嘛,之所以一点一点的把权力往自己的手心里钻,弱化了何处特韩,在西藏的政治势力,这也是有原因的,他要把更多的筹码控制到自己手里好,去包更粗的大腿,当然前面咱们讲过了,首先呢,他和故事汉联合, 组建了共事团,去觐见了黄太极,这才有了今天啊,咱们之后的这段书,本来这武士达赖喇嘛,是有准备,去到这个圣经,见一下黄太极的,可是啊,想不到的是啊,没到十年头上呢,这黄太极龙玉冰天了,1644年,顺治元年的时候,顺治皇帝登基,并且清兵入关,就占据了北京,要说这个来北京啊, 是不是要比去圣经学位的容易点啊,其实啊,这个他们走呢,肯定是走内蒙,容易不容易呢,也是两说着,在某种意义上讲啊,可能去审言更容易一点,那必定啊,不用翻太多的山,还没等这个达赖喇嘛,来朝贡这个顺治呢, 这顺治皇帝,1650年就派了使节团到了西藏,对达赖喇嘛呀,赠送了礼物,并且啊,正式的邀请达赖喇嘛来北京,这和咱们刚才的故事就接上了,达赖喇嘛终于盼来了这条粗腿,顺治大皇帝,那远远的比那个,现在统治西藏政治势力下的分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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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强的多,1652年的时候,那年算起来应该是顺治九年,十月十三, 顺治皇帝就给这个达赖喇嘛写信,约定好啊,咱们要在这个内蒙古的戴海见面,戴海是哪啊,就是今天的梁城县以东,可是啊,出了直接了,那有一个大臣上书顺治皇帝,不同意顺治皇帝到内蒙去见达赖,那这人是谁啊,就是大名鼎鼎的顺治初年归降大清的汉臣名字叫做红成仇,这红成仇觉得啊,自己贸然的向皇帝觐见的, 让他不要去内蒙草原上去见达赖喇嘛,这皇上可能不听他的,哎,自己嘛,作为一个祥臣呢,言为是清,所以他就编造出来一个理由,他当时正管着钦天剑,哎,他就说这钦天剑呢,夜观天象玉井,皇帝不易出行,那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啊,他是为皇帝好,他觉得,这个皇教啊,哎,或者说是整个藏传佛教吧, 一直控制着蒙古城公,如果说皇帝冒然到蒙古地区见达赖喇嘛,万一达赖喇嘛联合蒙古城公,闹出什么乱子,对皇上不利,那就不好办了,因为离家忒远,好在呢,这顺治皇帝他不是昏君,他明白事理,他琢磨琢磨红成仇的意见之后啊,他决定啊,听这个汉臣的意见, 于是他就置疏于达赖喇嘛,前者真将玉,玉迎亲往营呀,进以盗贼劲发与兮时间,国家众物难以轻置事宜,不能前往,那顺治皇帝这话说的就挺客气了,说本来啊,我是想到内蒙去迎接你的,哎,可是呢,最近呢,不太平,内蒙那边啊,盗贼频发,这个时间呢,太赶了,来不及了,朕的账务又非常的繁忙,所以说你啊,还是来趟北京,咱俩见面啊, 在聊,武士达赖喇嘛得知消息之后啊,那就只有亲自就来到了北京城,见到了顺治皇帝,住哪了,就住在现在的西皇寺,这达赖喇嘛呢,没白来,得到了这个顺治皇帝的正式认可,正式授予他达赖喇嘛的称号,并且呀,他也给顺治皇帝一个头衔,哎,也有人说呀,这个头衔是早就给了这个顺治的爹,皇太极的,什么头衔呢,就是文顺, 这个马屁拍的大,他直接就说呀,这顺治皇帝就是文殊菩萨的化身,最后啊,在离开北京的时候,这顺治皇帝又再次加封他,西天大善自带福,所领天下士教普通瓦士拉,谭拉,达赖喇嘛,那么广说肯定是不灵,哎,还赐了这个金策和金印, 就此呢,就承认了达赖喇嘛在西藏的宗教领袖地位,一直到康熙年间,这只要是清政府派去西藏的大臣,每次去西藏,总是要去探望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的,那至于班禅这一戏受到清政府的册封呢,是后话,过两天呀,咱们可能会聊到, 这达赖喇嘛回到西藏之后啊,他对自己这趟行程也有总结,首先他觉得啊,这个顺治是个虔诚信佛的这么一位皇帝,只要顺治当家仍然坐在北京城紫禁城太和殿的宝座上,那就好办了,凭这个达赖喇嘛,自己觉着自己的手艺是完全能忽悠住这位皇帝的,那这位皇帝呢,持续的就会支持藏传佛教格鲁派,哎,可是呢,他也有抱拽算错了的时候,那达赖喇嘛, 他呀,算错在哪儿了,算错主要在岁数上,他就没想到这顺治皇帝寿数那么浅,关于这个寿数问题,这武士达赖喇嘛可不是只算错一次,他不单啊,没算准了顺治皇帝会活得这么短,也没算准这康熙皇帝会活得那么长,哎,这都是有意思的点呢,您接着往后听,这武士达赖回到拉萨以后啊,逐渐的呀,这个手中的权力, 就更强大了,首先呢,是本门本派的,哲邦寺的法作大喇嘛,祖古扎巴奸赖,以及这个摄政索南群陪,再加上他老师四十班禅,罗桑以及奸赖相继的都原济了,这会儿啊,在格鲁派那呀,还别说呀,跟他抗衡了,连给他提意见的人都没有了,所以呢,完完全全的大权都烂, 这武士达赖呢,就借助此契机,声势大壮,在本宗本派内,威望达到了极点,在此同时,他又建立了十三所大四,于此同时,也把甘丹颇张地方政权死死的攥在了自己的手里,最高地方行政长官,第八这个职位啊,那完全就是由他来任命了, 那何收特韩国呢,那不是还有个这个达赖韩吗,这达赖韩这会儿啊,只知享乐了,哎,他们是虽不居安呢,也不思位,蒙古人的影响力逐渐在西藏就被边缘化了,那这会儿呢,正是1659年,日卡泽也发生了叛乱,这个达赖喇嘛呢,派人平定了,1670年的时候,康区也发生了叛乱,他又派人去平定,随着这个平定康区啊,他就不得不和一个人呢,发生了交集,这个人是谁啊, 那这个人呢,就是大清朝在云南的藩王,哎,非常著名的那个,冲官一怒,魏红颜的藩王吴三桂,那明天啊,您书馆还得早来,咱们啊,聊一聊啊,这达赖喇嘛和这个吴三桂是怎么勾得到一块的,本来啊,这是今天咱们要讲的内容,可这过渡期啊,实在是太复杂,咱们要是不把它个个都捋清楚了吧,这故事也衔接不上,所以明天您早来,明天咱们继续开书啊, 咱们接着讲这藏传佛教的故事,拜拜